要預約疫苗 這次跟上次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們預約時間是早上的8點到下午5點 因為他們資訊局說 他們晚上需要把做資料整理 還要跟醫院做對接你知道 所以如果 如果我們登記到8點的話 他們整個加班時間就太長了 那另外我們後來發現 大部分會上網預約的 大概前一個鐘頭就已經超過60%了 因為我們有兩天的時間你知道 所以我們在明天後天 早上8點到下午5點 就所謂的上班時間內 凡是72歲以上 不限台北級的 72歲以上 原住民是55歲以上你知道 這72歲以上的定義是 民國38年12月31號以前出生的 原住民是民國55年你知道 12月31號以前出生的 那麼在明天後天早上8點到下午1點上網預約 因為這個網站已經運用用過4次了你知道 所以大概OK啦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預約完的話 我們接種就是禮拜五開始 五 禮拜六、禮拜天還有下禮拜 有4天的時間來達 那我們這一次整個台北市的注射點 達到了258個接種點 那我們包括34家醫院 12家聯合醫院的這個門診部 還有最重要是我們的社區診所有212家 那我就認為這已經相當均勻的 分散在台北市各地了 那你就自己上網選你喜歡的時間 選你比較喜歡的地點去預約 不過有一點要特別注意 因為我們34家醫院你知道 因為我們當時說 這預約要有足夠的空間你知道 因為還是要避免群聚感染 所以不見得每一家醫院都是在 他們自己家醫院去做大規模注射 很多都是用這個學校或是活動中心 所以在這個選擇這個接種 接種的醫院的時候 請特別注意一下 那個接種地點到底是在醫院裡面 還是在那個醫院附近的學校 或者是活動中心 請大家注意看 據我所謂是北醫就在心育國中 他就不是在他們北醫裡面 我想這個用學校的空間你知道 空間比較大 比較不會這種群聚的危險 所以這點要特別注意 所以就是明天後天72歲以上 原住民55歲以上可以開始預約 那不限台北市集 那原則上是預約完以後 才開始給那些沒有預約的打 我還是強烈建議大家用預約的 因為這個可以免掉很多麻煩 包括殘忌什麼 因為你大家都預約完了 就沒有什麼殘忌的問題 所以不管在時間的安排 人員安排物資疫苗的安排 預約會讓我們省掉很多麻煩 那麼也希望說 讓這個預約的制度更加的完整 我們現在規定是這樣 如果你沒有來預約 你說你不會上網 好 不會上網 那你不預約 那我們就在這個禮拜六 7月3號 7月4號 禮拜六日 早上9點到下午5點 打電話到那個 每個區公所的那個民政客 你知道嗎 去電話預約 我們就跟你分配說你去哪一家醫院 去什麼時候去打 我們在每一個行政區 會留下一家醫院給那些不上網 預約的人 我們這次就不發通知單給你了 我覺得齁 整個政府的運作齁 還是要更高效率 你上網預約 如果你不上網預約 我開放電話給你 就這樣 所以 就沒有其他的 我覺得齁 也不用再去 再去 再去 發這個通知單給你 這個 這個 這個反而是 製造很多民政局的麻煩